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江 很久没有用影片来分享了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每一个人都有神性 之前有用影片跟大家分享 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有分大我跟小我 然后小我呢 可能就是我们一般在 我们从小读书啊 或是大人们教导我们 或是社会教导我们所了解的事情 那神性的话就是比较接近 另外一个维度的部分 那也可以说是直觉呀 或是说当你跟大我 你开通大我之间的那个讯息之后 你可以了解到那个地方 其实是像是回家的路 也就是说哦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是因为当我们了解到每一个人都有神性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这个世界上 就是用利用这个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是去完成一些你要去完成的功课 嗯 影片常常说嘛 就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功课 那你只是利用这个身体去完成 但是你完成之后 你还是要回家 那如果说你有经过练习找到你自己的神性 你在回家这条路上的心灵上会比较平静 你不会害怕 你会知道你要去哪里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你了解到神性 大我小我 就是一般世俗的思想 那你去分辨它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进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其实嗯 我们一般人都有看过电影嘛 那我们在电影院的时候 你去看别人的人生 或是别人的故事 甚至是幻想出来的科幻片什么 都是你在看别人的 别人的事情 那你自己好像置身置外 然后在看 你在看电影 你知道你在看电影 然后呢 如果你感情融入一点的时候 你可能会愤怒 你可能会伤心 你可能会落泪 嗯 就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 这个一辈子 你所发生的事情 就有点像 当你了解有神性这一回事的时候 就有点像 你站在那个维度 然后在看我们这个世界 在演一部电影 然后很真实 很真实 当你发生很多事件的时候呢 会有很多的情绪 很多的情绪啊 感动啊 或是生气啊 但是 当你练习到 你明白 就是你体悟到很 就是神性跟小我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哦原来 我只是在用我这个身体 在演一部电影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这样能不能了解 或许不能了解 那我用另外一个模式好了 比如说 嗯 现在有很多手摇嘛 手玩 就是玩游戏 玩游戏的部分 那 玩游戏 游戏里面当然会 嗯 有别人的加入 现在很多线上游戏 会有别人 在另外一个空间 他也在玩游戏 于是你们就进入到那个游戏的世界 好 你知道那个是假的 对吧 就是 你 你知道那个就是 会有开始 会有结束 然后中间会有过程 然后过程 可能一起在打打杀杀的时候 可能战胜你会有喜悦 你会高兴 那可能里面有猪队友 那你就会生气 对吧 或者是别人很厉害的时候 你可能会害怕 就是你也会有情绪 你就会知道 哦 我是在玩游戏 可是他会影响你的心情 意思是一样 你利用这个身体 你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里面玩游戏 然后呢 你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关卡 然后这些关卡 可能就会导致你会有情绪 比如说刚刚讲的嘛 你可能会开心 啊 战胜了 那你可能会有 敌人太强了 那你可能会有害怕的感觉 或者说 你的身边有猪队友 然后让你很生气 有没有 就是 但是意识是一样的 所以 要了解说 每个人都有神性的时候 当你的那个level 已经提升到那个阶段 你就会知道 哦 我们只是 这个身体 在这个世界上玩游戏 那 如果你能够领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 刚刚有讲 游戏有开始 有结束 有过程 那我的身体 开始就是我的出生 然后呢 我 当我死亡的时候 就是这个游戏结束的时候 然后呢 那你的生活 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 就是你玩游戏的过程 你玩游戏的过程 好 那我刚刚讲玩手游 你最后 玩玩手游的那个时间到的时候 哦 该要上班 或是该要睡觉 或是该要 嗯 做家事了 那你可能就哎 拉回来 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那 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体 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的开始 你的游戏开始 然后你的过程 中间过程 点点滴滴 然后最后 然后结束了 然后你再拉回去 你该去的地方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 嗯 在练习的时候 当你慢慢练习 如果你可以领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对很多 嗯 因为你会知道这是游戏 你知道这是游戏 这只是游戏中的过程的时候 你就不会太嗯 在意 或是说 不会太有情绪 但这需要练习 因为不太容易 嗯 刚刚讲的看电影是一个例子 因为你看完电影 你就会抽离那个电影的 场景 然后甚至你开始 回家的路上 你就会失去啊 刚刚的故事怎么会这样 那意思是一样 当你在这个人 这个身体里面 你在 你在快要往生的时候 你可能跑马灯出现的时候 你就啊 为什么当初没有怎么样怎么样 意思是一样 就是 当你领悟到这件事情 你看事情 就不会太认真 因为你离开电影院的时候 你不会把情绪带着走 你不会一直在那个情境里面 你可能看到别的事件的时候 你又融入别的事件 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 当初生 就是开始 玩游戏了 然后过程 你每一个关卡都 都在过关的时候 你会知道 我最终还是要回家 你还是会抽离这个身体 你会知道你要去哪里 那其实所有的心境都会是比较 嗯 放心的 比如说我抽离 我抽离那个游戏了 我知道我要去上班了 就是这样 就是 当你知道神性 了解神性说 我的人生这个过程 走完了 打完这个游戏 我要结束的时候 要去哪里 是一样的 是一样 就是 就是你会从这个 练习当中 把那个领悟的感知到 其实我只是用这个身体在玩游戏 然后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关卡 就好像 我没有玩什么游戏 我只是比喻 那比如说 我以前小时候玩的超级玛丽 好了 这样可能不如我的年龄 就是超级玛丽 不是有很多那个水管吗 你要跳哪个水管 其实都是看你自己去遥控 那你可能掉下去 那个水管可能金币多一点 或者是你掉下去 没有什么金币 意思是一样 就是人生 你在过每一天 都是一样的 不会都是相同的 但是 就是你要了解 你只是利用这个身体在 在创造你的开始跟游戏过程 最后你还是要结束 结束 你要去哪 你会经过练习 把你自己的程度提升之后 其实就是了解到回家的路 在哪里 了解吗 那就是用这个影片来跟大家说 了解每个人都有神性 然后呢 本来还要分享第二段 可怕太长了 所以先分享到这好了 明天再继续说神性的另外一个分析 就是先让大家了解到就是 你要了解你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小我跟大我 当你的程度已经进步到你认识自己的大我的时候 你更要了解的是 你现在只是运用这个身体 在玩人生这个游戏 很多事情只是游戏 不要看得太深 也不要太认真 那个不是有一句话吗 你太认真就输了 但是也不是叫你做事 你不要认真啦 就是你在练习的时候还是必须要 纯净的心 认真的练习 虽然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要你每天做 就不见得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在这边 跟大家说 I love you 拜拜